来看例三 这个题呢 不是咱们书上的题目 而是带你学的经典例题 选讲给的一个题 来一起翻 带你学这个 148页 148页的例四 带你学 一个很好的综合题 它呢 重要 假设总体 它的概率密度给你了 2E-2X-θ X大于等于θ θ大于0为未知的参数 1到1是样本 求未知参数的举估计量 和最大资产估计量 先解决举估计量的问题 分析 那么第一问 得算数学期望吧 EX连续行算期望 在不为了的地方做积分 那就是从θ G到正无穷 拿X 乘上概率密度 叫R倍的 E的 负2的 X-θ 是不是在抵X呀 算这个积分 此积分直接给 算的结果叫做 2分之1 加θ 所以 那就令 样本均值 等于数学期望 那解的 解得 θ是多少呀 显然是等于 样本均值减个2分之1呀 样本均值 再减个2分之1 那 故 据估计量 θ1 就是大写嘛 那就是啊 X1华 再减个2分之1嘛 做完了 这第一步很好做哈 好 这是咱们说的 这个最大四辆估计量的问题哈 举估计量 永远是这样做哈 一个参数 样本均值 等于数学期望 然后呢 再来回答第二位 第二位呢 这个题不太好做 来 看第二位 最大四辆估计量 那是不是要写四辆函数呀 四辆函数只能在非零地方写 所以当 X1 X2 都有哈 Xn大于等于θ10 我的四辆函数 四辆函数 L X1 X2 Xn θ 等于谁呀 那是不是让这n个 让X1的概率密度 X2的概率密度 Xn的概率密度 都乘一次呀 好 那中间有个公余子叫2 你说对不对呀 所以就是2的 是不是2的n次方啊 2的n次方 然后呢是e的 是不是负的 2倍 2倍提走 然后呢 里边是累加嘛 所以这里来个累加 那就是Sigma i从1到n 然后呢是Xi 是不是在减个θ 这就是我们的四辆函数呀 都乘一次嘛 所谓的四辆函数就是谁呀 那就是Fx1的密度 乘Fx2的 你得乘谁呀 Xn的连乘嘛 就这个意思嘛 连乘 你想一想 Fx1 Fx2 Fxn 分别把X读做1 读做2 读做N嘛 乘一次 好 四辆函数写完了 那就是取对数 对四辆函数来取个对数 那就是Line的LX1 X2 Xn 再来个θ 好 取得结果 那应该是有一个叫做 n倍的 这个n倍下来 Line2 再减掉一个 二倍的Sigma I从1到n 然后呢 落一个XI 再减个θ 好 然后呢 求导 对它求导 看一下 底的LineL 在抵θ 对θ求导 对θ求导 其他都是常数 第一下没有了 第二下求导 咱们看看 这些都是常数呀 所以是谁呀 这是I从1到n θ是常数嘛 所以有多少个θ呀 有-2乘n个θ 那-5得正就是2a嘛 所以显然求导结果等于2a嘛 2a大于0 哎 说明什么 这就说明 看没有解样 不等于0啊 哎 这就用定义法了 那四辆函数取对数 导书大于0 说明什么呢 这就说明 我的四辆函数 四辆函数 X1 X2 一直到Xn 到的话 θ 它是单调增的 因为对数函数 它本身不影响单调性 你LineL单调增 和L自己单调增 完全一样 对不对 好 单调函数 来看这倍 什么叫最大四辆函数量 那就是说 使得四辆函数 达最大地方的 那个函数量 就是什么呀 最大四辆函数量 来 咱们画一张图 画一张图 来解释这件事情 好 这是四辆函数 那这个地方呢 谁呀 横作边应该写θ 它是关于θ的函数 四辆函数是关于 θ的函数 那些小X的 都是已知的 都是取确定的值了 好 它是单调增的 单调增 你注意了 你的范围是谁呀 你的θ得满足 这个范围呀 你说对不对呀 这个范围可以怎么写 那么这个范围 如果写开的话 是不是这样写 θ小1等于X1 θ小1等于X2 θ小1等于X1 对不对呀 也几 是不是θ小1等于谁呀 θ比1小 θ比2小 θ比n小 是不是θ比每一个都小 所以θ小1等于 minimum Xi 你说对不对呀 θ要比最小的都得小 好 看这下 θ大于0 0在这里 θ比这个东西小 这个数字在这个地方 叫minimum Xi 好 这就是我们θ的范围呀 函数是单调增的呀 你知道对不对呀 单调增 那单调增 你说θ去哪个点 我的L答最大 显然 是不是去右短点呀 这就是谁呀 就是这个minimum Xi 所以对完了 最大自然骨骑量 就是minimum大Xi 就是这些Xi们中 最小的那一个 就是我的最大自然骨骑量 2015年的考法 完全一样 就这个到底有变形 再说一次 自然函数 是有范围的 是在这个范围下 去写自然函数 自然函数是关于θ的函数 θ才是我们的自变量 这是θ 这是自然函数 它们两个是一个函数关系 纵轴代表着自然函数 水平轴代表着自变量 叫θ 那L和θ是单调增 所以呢 是单调增的话 就找θ最大是谁呀 单调增 横坐标最大 是不是中的最大呀 但是θ最大是谁呀 看条件呀 哦 x1 x2 xn 都比θ大 所以θ小一等于1 θ小一等于2 θ小一等于n 所以θ小一等于 最小的那个东西呀 于是我们θ的范围 就是从0 从0到这个数 那θ在这一段变动 你想一想 是不是当切紧当 θ取到这个右端点的时候 我达到最大了呀 达到峰值了呀 你知道对不对呀 右端的刚好是谁呀 刚好是这个数呀 所以这就是θ的最大四张古迹量 这种题看 就是定义法 我们呀 这种的15年是考过了哈 那我们同学一开始呢 那就不明白 没有解怎么办 没有解不是没有最大四张古迹量 而是要用定义 记住 最大四张古迹量 指的就是θ取什么值时 能使四张函数达到最大 那个θ的取值 就是我们的最大四张古迹量 那么在我们书上呢 这种题是很多的 最大四张古迹量 你看我们书上的这个155页 155页的 这个153页 153页例四是一个参数 有解解出来就行了 例五是两个参数都有解 解出来就行了 例六注意哈 咱们教材155页 155页 例六这个题 请大家刻下 作为重点题 来看一下哈 155页零六这个题呢 是均匀分母 有两个参数 左端点A 右端点B 问你他们两个的 最大四张古迹量是谁 你发现了 这个题解了很长 它就属于没有解的情况 它不但是两个位置参数 而且还没有解 所以零六这个题哈 应该是一个最综合的题了 书上这个例题哈 所以你把零六呢 看一下 你这样看的话就明白了 哦 为什么左端点的最大四张古迹量取最小 右端点的最大四张古迹量取最大 这件事情 好 这是咱们举的三个题哈 分别就是离散行 连续行和没有解的情况 没有解就是赶紧被定义法哈 被定义 好这是咱们谈到的有关最大四张古迹量的问题 那么再往下再看一个 叫最大四张古迹的不变性原理的考法 这个呢谁都没有 近几年都没有考过哈 不变性原理 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浅考点 小题可能用一下 四分 或者说呢 大题的某一小问用一下 来 我们选一道题来揭示一下这个不变性原理 这是我们书上的习题八的第一问哈 习题八 第一小问 整个习题八第一问第二问和第三问 都是考大家最大四张古迹的不变性原理 咱们选一个 以至X的概率密度给了 其中θ是位置参数 一道一是样本 为u等于e的负的θ分之一的最大四张古迹 值是谁 那值得是小写哈 大家想 θ是位置 我们是不是先求θ的最大自然古迹值呀 好 那分析 先写四张函数 什么时候写 在此范围下才能写呀 当 0小1等于第一个样本值 第二个样本值 XN 所有的XN都落在01的时候 这是B开心境 都落在01的时候呢 我们的四张函数就是谁了 L 是不是 X1 X2 然后是XN 都靠θ 就等于 是不是 X1 X2 XN 他们的密度都乘一次吧 所以都乘的话 有一个叫 θ的N次方 然后呢 这个呢 来一个 X1乘个X2 一直乘 乘个XN 再来个 θ-1嘛 好 然后取对数 取对数 那就是Line的L Line的L X1 X2 XN 都靠θ 那显然等于 除个θ 后面对C大交导 那显然就是加上一个 对C大交导 是不是加上一个 SIGMA I从1到N 是不是Line的XI 那解的 解的 我们的SIGMA 显然等于 是不是负的 负的这个N 负的N 再除上一个 SIGMA I从1到N 是不是LineXI 它是不是确实大于0 所以是有解的 因为X比E小 X比E小的话 这些Line呢 是不是都是负的 所有的负的 相信还是负的 负负得正 所以大于0 所以确实有解 那于是推 故 我θ的最大 自然古迹值 θ帽是谁 现在小写的 因为是值 那就是负的 下面写一个 你可以写在下面 叫这个什么样 叫这个 上面是N 下面是SIGMA I从1到N 来个Line的小XI 好 又由于 U等于E的 负的θ分之1 这个函数 对θ怎么样 是单调函数呀 它对θ是单调的 好 它跟θ是单调关系 则U的最大 自然古迹值 就是谁啊 就是这个函数中 把θ它的古迹值 换下来就行了 这是不变性原理 所以它就是 以E为底 负的θ分之1 那θ分之1 再来个负哈 就是谁啊 再来个负的 然后呢多少呀 N分之 SIGMA I从1到N 是不是Line的XI呀 好 就这个家伙嘛 化解一下 最终 那就等于 N次根号下 然后呢是 小X1 小X2 一直到小XN嘛 所以答案就是 N次根号下 小X1 小X2 一直到小XN 这个地方 本题就是考 大家不变性原理 哈 很多同学 复习了一年 都不知道 什么叫不变性原理了哈 所以没见过 没碰到过 怎么会没有呢 所以考试大纲 明确规定的 有一个性质哈 最大自然古迹的 不变性原理 但是没考过 应该说 从咱们考研 87年到今天 31年 好像一次都没考过哈 一次都没考过 这个不变性原理 但是呢 我认为呢 这个地方 确实应该是 以后的一个 重要的前考题 那就考个田工题啊 啊 你看看 前面部分 到这个地方结束 这都是什么呀 这都是正常的 求最大自然 古迹量的做法呀 只不过呢 多一步 它是单调函数 单调函数 那是不是就是 把θ的量 换成这个θ 就得到另外这个 U的古迹量了呀 或者叫古迹值了呀 就多这一步而已呀 你不懂那个原理 你怎么知道 能换下来呀 哈 这是咱们回答的 不变性原理 那么这样呢 咱们就把这个 点估计的两种估计 举估计和最大自然古迹 咱们就全部说清楚了 那么咱们书上呢 剩下的 剩下的第一小节 就是第七章 第一小节 书上的例题 就是有关这个举估计 和最大自然古迹的例题 包括整个第七章 第七章 习题部分 涉及到的举估计 和最大自然估计 以及最大自然估计 不变性原理的习题 我们数一数三的考生 挑若干个题 结合在你学 把它练一下 那就行了 那么这样呢 数学三 你的所有的统计学 就全部结束了 你只考着一个地方 往下的什么 估计量的评显标准 什么区间估计 跟你都没关系了 所以我们屏幕前 数学三的考生 你的概念论 与数理统计的篇章 就全部结束 我们课是给你 全部结束了 但是呢 相信大家 也有很多的题 还没有做完 所以我们这个阶段呢 建议大家 复习概念论 数理统计 我们就好好 结合这个课 结合同这个 这大的教材 和代理学 把我们讲到的 这些东西呢 认真的再捋一遍 如果说 跟着这个课 把题 相应的都做了 差不多的话 那么同学 建议 做什么呢 做我们这个 教材的最后 363页 有一个选作习题 一块呢 叫做 该理论的部分 大概呢 是有40多道题 你可以找一下 45个题 还有一块 叫树立统计的习题 大概呢 那是编到了六十 六个题左右 编到啊 编到六十 编到这个六至九题 还有一块 叫随机过程部分 你不用管 所以我们屏幕前的同学 如果说 你跟着课前面 已经把每一张的例题 和习题 相应的都做了的话 赶紧去做 教材的选作习题 一共是有 大概是60多个题 当然你可以 把它一个题 给做一下 如果时间不够 就挑若干道题 做一下 我们带你学 最后 也给出来了 这个选作习题的 每道题的 完整的解释 而且 选作习题的部分 有些题 确实非常典型 包括我们后面 这个后面的场合 我们还会再用到 这个相应的教材的 一部分题 给大家做说明 好 关于这个 其题的问题 咱们就说到这个地方 那么剩下的问题呢 就是对咱们 数学一的同学 单独去谈 好 咱们看一下 那么数学一呢 咱们学完这些估计之后 还有别的事情 干什么呢 对这些估计量 做一个评选标准 书上的156页 到157页 第二小节 打型号叫 基于结尾样本的 最大四张估计 这一小节 滑掉 不要求 然后呢 咱们直接翻到 158页数学一 这个第三小节 估计量的评选标准 仅对数学一 好 那一个估计量好不好 谁来评价呢 有三个标准 第一是无偏性 什么叫无偏呢 如果这个估计量的什么呀 数学期望 等于这个估计量本身 我们就称这个量是它的 无偏估计量 无偏估计量 大家想一想 咱们前面刚刚讲过第六章 Es方是谁呀 是不是等于σ方啊 所以这个S方 样本方差就是什么呀 样本方差 就是总体方差 σ方的无偏估计量 还记不记得S方是谁呢 是不是n-1分之1 σ1到n 然后是xi-xd8的平方 这就是为什么要除n-1的目的 除n-1得构造的样本方差 能保证期望等于σ方 所以就保证什么呀 就保证如果除个n-1 得到的这个样本方差 它是它的一个无偏估计量 如果除n是估计量的 除n的话 这个期望不等于σ方 它就有偏了呀 好 这是咱们说的第一个标准 叫做无偏性 期望等于它自己就称 这个量是无偏的 那么无偏性有很多 在这很 你比如说 第一个统计量 它的期望等于θ 第二个统计量 θ2嘛 它也等于θ 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θ1 θ1都是什么呀 都是无偏的 一个统计量 一个未知参数 它的无偏估计量往往不止一个 有很多 那么在这 假如说这两个都是我的无偏 都是无偏的话 那我到底更喜欢谁呢 谁更好一点呢 再去考证什么呢 再考证方差 干什么呢 如果第一个估计量的方差 小于第二个估计量的方差 我们就称 第一个估计量 比第二个更什么呀 更有效 我们更喜欢偏向于用 θ1 不是θ2 因为θ1更有效呀 大家想一下 有效性是建立在什么呀 建立在无偏性的基础上 你只有说你俩是无偏 你俩是无偏了 我才去检查你们俩 谁更有效 如果有一个都不是无偏 根本没有资格谈有效 好 还有第三个 最根本的一个性质 叫做一致性 一致性 说的通俗一点 就是什么呢 你这个统计量啊 它跟我真实的值 咱们两个的差别 应该微不足道 如果你构造了统计量 跟我真实的θ值 差很多 那当然没有用了呀 你怎么能拿差很多的量 来进次代替我呀 所以叫什么呀 一概率收敛 我们所制造出来的统计量呢 它得一概率收敛于这个θ 那么什么叫一概率收敛呀 指的就是咱俩相减的绝对之 小有一步形容的概率 当N是无偏大的极限 达到多少 达到1 这不就是一概率收敛吗 哦 如果说 它给的统计量 能一概率收敛于θ 我们就称这是一个 一致古计量 那么在这三个性质之中 三个标准之中 应该说最根本的就是谁呀 一致性 如果你的统计量 根本都不能一概率收敛于我真实值 你都不是一致的话 你怎么样 你肯定不好用啊 那对不对 你咱俩之间有误差呀 而且误差很大 所以咱们书上呢 也就重点说到这个地方 你看一下 二这个160页 160页第三个标题叫做相合性 有的书叫相合性 有的书叫做一致性 看 相合性 这一条是2014年 我们数学一考得 大题的一问 说前面讲的无偏有效 都是样本容量 N固定的倾题下 如果说样本容量 无限大的话 那就谁呀 提出这个相合骨积量 那你看一下 这个160页 这一页最下面的倒数第二行 倒数第二段 相合性是什么呀 是这三个里边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如果你的骨积量不具有相合性 那么不论你怎么取这个样本 它最终呢 都跟这个CTA有很大的误差呀 所以不好用 所以一致性 是三个里边最基础的 在一致性的基础上 咱就检查有没有偏 有没有谁更有效呀 这个话题 好 这咱们说的三个评价标准 下面呢 咱们也通过两个题 来谈一下 到底怎么去说 这个无偏性和有效性 以及相合性的问题 那么这三个里边呢 考的最多的是谁呢 考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他考的是多的哈 尽管第二个和第三个 他们也有 但是考的很少哈 最多的就是考无偏性 来看两个题 看我们的例5 例5这个题呢 往后继续翻习题 我们数学1 翻到习题10这个题 看习题10 来看一下 习题10说 1到n是来自总体的一个样本 这是总体的期望是mul 总体的方差是sigma方 一个是mul 一个是sigma方 求常数c 使得c倍的sigmai从1到n-1 大xi加1减大x的平方 为sigma方的无偏估计 第二问 确定常数c使得x一滑 解cs方为mul的平方的无偏估计 都是考大家无偏性哈 所谓的无偏性指的什么呀 指的就是期望等于sigma方嘛 期望等于sigma方 sigma方的无偏 期望等于mul方 那就是mul方的无偏估计嘛 来先看第一个 好 来求数学期望吧 求他的数学期望 那就是e的 然后呢是c倍的 然后呢是sigma i从1到n-1 然后呢来个大xi加1 再减个大xi的平方 他的期望 这个c呢可以当常数先提走嘛 所以c提走 然后来落个e e倍的 注意哈 这里面呢是 一个求和的形式哈 咱们知道 数学期望呢 它不管独立不独立 它相加减求期望 都怎么办 都可以直接把它打开 所以呢我们把求和拿到外面 那就是sigma sigmai从1 是不是到n-1啊 里面落个神呢 是不是落个e的 是不是x i加1 再减xi的平方啊 这是数学期望的性质呀 因为咱们知道嘛 e的x加y的期望 始终等于谁呀 ex加1y嘛 对不对呀 你先相加 再求期望 那不就等于 先求期望再相加嘛 一个道理哈 好 那往下写 等于c倍的sigmai从1到n 那么这个期望打开呀 这个n-1 e求期望 求期望的话 平方打开 那就是x i加1的平方 再减去2倍的x i加1 再来x i 再加x i的平方 那不就行了吗 好 再往下来 等于c倍的sigmai从1到n 算期望无条件打开 所以分别就是谁了呢 好 是不是来个e的x i加1的平方 再减个2倍的e的x i加1 乘个xi呀 再加e的 是不是xi的平方啊 大家注意 这里面的每一个x 和总体怎么样 完全一样 是不是呀 这是简单 随机样本呀 哦 x i x i加1 就是谁呀 就可以认为是x呀 它们没有区别的 所以又等于谁呀 所以等于 那c倍的 这个呢 就是保留了 叫做sigmai从1到n-1 这是n-1 n-个1 那么就分别写成 这就是谁呀 i加1就是谁呀 就是x 完全一样 每一个x和总体 完全一样嘛 那么平方的7万 等于谁呀 平方的7万等于 是不是7万的平方 再加个方差呀 再减2倍的 x i和x i加1 怎么样 它们两个是不是独立的呀 这里面 x i和x i加1 是独立的 它不重叠呀 独立的话 这里面可以打开嘛 分别就是打开 i加1的7万是谁呀 mul i的7万还是谁呀 mul 再加 那x i的平方 就是谁呀 就是x的平方 平方的7万等于 7万的平方 再加个谁呀 方差 所以mul方 2mul方 mul方消掉了 剩下2sigma方 所以最终 那就等于 是不是c倍的 那这个呢 有个谁呀 有个n-1吧 n-1个呀 是不是n-1 再称个谁呀 2sigma方 好 这是它的期望 期望是什么呀 期望得等于sigma方嘛 好 令它俩相等 它等于sigma方的话 那它就是sigma方的 无边估计呀 所以c做完了 sigma方消掉 所以最终 c等于 2倍的n-1分之1嘛 就来来谈嘛 好 这是咱们谈到的第一个 叫无偏性 那你大家看一下 考我们无偏 还是考什么东西 还是考大家求数学期望 这件事情 求数学期望 好 这是第一件事情 好 再看第二个文 求这个常数使得 这个平方 减cs方为 没有方的无偏古迹 那同样算这个数学期望呀 叫e的x1滑的平方 然后呢 再解cs的平方的期望 那打开 就是e的x1滑的平方 解c倍的es方 再往下写 平方的期望等于 期望的平方 再加个方差 再解c es方 然后开始备公式 第六章讲到了 好 开始写 样本均值的期望是谁呀 就是μ吧 是不是μ方啊 样本均值的方差呢 是不是n分之1 sigma方啊 好 然后呢 再减一个c 样本方差的期望呢 那就谁呀 sigma方嘛 所以等于多少 令他 等于我们的μ方 所以解得 我们的c是谁呀 他俩消掉 所以c就等于我们的n分之1呀 所以做完了 第二问就是c 取n分之1 所以第一问呢 是考大家 这个简单随机样本哈 第一问 是完全借助于 简单随机样本来做出来的 简单随机样本怎么样啊 回想 两层含义 一独立 二呢 是不是同分布呀 同分布 第二问是根据什么呀 第二问呢 是根据样本均值 和样本方差的数字特征嘛 咱们第六章讲的呀 这都是第六章的应用 样本均值和样本方差的数字特征 所以是考的这样两个话题哈 好 这是咱们回答的这样一个问题哈 关于无偏性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Iris 请不吝点赞 Iris